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财经急诊室 我是记者刘于晏 那我们今天邀请到万通国际投顾的魏明玉分析师 来我们节目老师好 于晏好各位同学大草 好那近期的美股在创上新高 不过美元的指数短线持续在跌 也让新台币的汇率再上升 那而昨天台股的收盘表现 也突破了10700点 那依据现在的股市来看 台股在10月份有没有机会冲破11000点呢 有请分析师 我想针对这个答案 我们先给一个答案 就是说目前针对这个月份 到底能不能冲上这个11000点 我们还是持有这个审慎乐观的一个态度 那之所以我们就采这个审慎乐观这个态度 我想最主要的因素 我们不妨可以来先看一下 就是说以现阶段这个美颜指数的一个部分 我们看一下线图 就是说美元指数到目前为止 都依然还是维持一个往下的一个趋势 我想这个往下的趋势 就是说代表美元都还在走一个续扁 但美元续扁 尤其是说在最近这段期间 美国道雄公益指数 也持续性 几乎几乎每天都在做 一个改写历史新高的一个态势 我想到昨天这个高点 都已经来到这个22,884点 那当然话就是说 美股在做个续墙 不断在做个攀高 那相对应 美元指数做一个贬值 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下一张图 就是以台币的一个部分 我想以台币到目前为止 这个升值的一个趋势 尤其说在前一个波段 也升破到这个30块钱以下 那变成说 我想以到目前为止 就一个台币 台币新台币的这个线图来看 包括它那个长天期的一个均线 包括像年线半年线 甚至包括像季线 都还是维持一个叫下弯的一个趋势 那变成说代表就是说 台币趋扁的一个趋势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做改变 那台币做一个 台币蓄升的一个格局 没有做改变 那当的话台币一直升值的 跟这个前提之下 就是说国际的这个热钱 依然都还会形成 一较持续性的一个涌进 那涌进的这个前提之下 当的话都会使得 最近这段期间 这个台股大盘的表现状况 都还能够 使这个正面的一个看法 不断来做个演进 那我们就不妨 我们看我们这个大盘的部分 就是说你在这个接量点 就是说到今天 今天这个台股大盘指数 今天早盘开盘开涨 1点了 变成说这个10712 一样持续性 创下这个说 最近这27年以来的一个新高 我想这个连续 三天都已经改写 这个最近这27年的一个新高 那变成说 我想在这个接览点 台就是说以台股的一个实际上 表现状况 历经在上个波段 上个波段做个修正拉回 6天的一个拉回 跌掉400多点 那变成说当时包括月线季线 都做到跌破 然后大概9月26号 最低来到这个10257的一个后续 那展开这么一段叫记录性反弹 那我想这一波这个记录性反弹 关关难过关关过 不管是说以前跌破的这个月线季线 全面性去做个收获 那尤其到前天 这个指数改写 这个27年这个新高 我想这个行情 已经由这个波段 本来我们的一个预期是一个 属于叫记录性反弹 那已经调整为转化为 一个叫回升的一个行情 那回升行情我想 连续三天都在做个实际性改写 这个最近27年这个新高 这个当下 那对于说这个月份 到底能不能来到这个11,000点 当然的话我们当然的话 还是审慎乐观 因为毕竟基于 包括像总体经济面的一个实际上表现 然后再加上国际盘的一个状况 实际性做个攀高 那另外再加上就是说 以现阶段这个外资 外资就是说台币走升那档的话 外资都还会做着实际一个进场 那我们就记这三个理由 就是说这个盘市 依然都还会做到实际一个 一个审慎乐观的一个创高 那就以策略面的一个重点 拉回 依然我们的投资朋友们 你都可以依然勇敢的站在一个买方 因为毕竟这个行情 都还会做到让实际性的一个创高 好我们谢谢魏明日分析师 也请观众持续锁定财经急诊室 我们下次见 我们下次见 我们下次见